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再翻过来看第十章 载迎破报衣 能无离乎 载迎破报衣 这个载是一个语著词 这个迎讲的就是我们的身体 破讲的就是我们的魂破 就是我们的心灵 也就是我们的身心 身体和心灵 都能够专注 用你的身体 用你的心灵 全神贯注做一件事情 就报衣 抱怨守衣 能无离乎 而且没有离开这个状态 我们会抱怨守衣啊 可是会离开 一下子可以抱怨守衣一下又跑到这个 两衣生四项 四项生八卦了 所以抱怨守衣的话不是说我们光做这个动作 无影三前对合同 把心收回这个玄关 不是光做这个动作而已 而是真正能够达到衣 抱衣 因为我们的心呢 真正收回来的时候呢 它是不恶之心啊 那是不恶之心 就是你不会想说 你不会落入那种说 我喜欢我讨厌 好啦坏啦 是啦非啦 我要我不要啦 不会落入那种思维方式 你的心灵会处于一种存衣的状态 不会一直在想说 那种相对的思维 一般人的心永远都在落入两边嘛 尤其是爱政取舍 我喜欢我讨厌 我要我不要 落入这样子一个爱政取舍 那你又能够抱衣 让自己的心呢 处于这种不恶的状态 而且能够维持 能无离乎 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那时候能无离乎 能够做得到无离 抱衣你暂时做得到可以啦 但你能够 不离开这种状态吗 不离开这样子一个不恶之心吗 还是很快就落到分别心去啦 不恶之心再来就是分别善恶啊 还是很快就落到分别善恶呢 然后爱政取舍呢 分别善恶还是比较理智的啦 分别善恶之后就变成爱政取舍了 我喜欢我讨厌 我要我不要 爱政是一种情绪 取舍就是作为了 就会作为了 就会造业了 就会造罪业了 所以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那四项八卦就出来了 然后一旦有取舍就有 就有罪汉服 造罪汉造服 对 那就落入八卦之中了 所以你要能够不离开这种存衣的状态 能够做得到吗 这是我每个道心都要自己问自己的 能不能做得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传道的时候告诉你要 中日练神光嘛 要怎么样才算是 你真的练成了你是神光啊 练成神光啊 那就是能够 抱一不离 抱一不离 维持在不二的状态 没有离开这个状态 专器自柔能阴而乎 真的能够抱一不离 一开始就是专一在这里 然后保持 不要离开 不要离开这个状态 不离方寸 一开始就是不离 我不要离开 我不要离开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你就会专器自柔 因为你心离得很近以后 就发现只有一件事情你会注意到 真的心收回来 只有一件事情你会注意到 就是呼吸 因为呼吸都很接近这个中窍啊 就发现自己就 只有一件事情就专心在呼吸 叫专器 专心在气息的出入 专器 专器自柔 专心在气息的出入以后呢 就会自柔 这个气越来越柔 越来越柔 越来越细 叫自柔 越来越细 突然间呢 气断息声啊 我们说气息气息啊 气和息不太一样啦 我们光知道气啊 不曉得这个息 我们说气息 不了解 就时常在用啊气息 一般人都是有气无息 气断的息声 这个空气一开始出入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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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是喘啦 呼吸很大声就喘 别人都听得到 最后越来越吸 因为专注在这越来越吸 然后 这个气一断啊 就是 气断不是说断气了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那種我吸氣 吐氣 突然間你不出不入 這個是很難體會 就是調柔到一個程度以後突然間 它那個氣會自進自出 你不用去說 不用這樣吸吐 到一個程度你不吸氣 那氣自然進去 出也自然出 能因而扶 因而就是這樣 一旦那種狀態的時候 你全身就柔軟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氣就會 從尼丸宮到永泉穴 一氣貫通 它會一氣貫通 一般我們吸氣 喘就是在胸部 然後到氣的話就可以到腹部 腹式呼吸 到嬰兒就要逐式呼吸 它到腳底 但是你去練瑜伽 他都不知道怎麼用到腳底 只有醫學家知道說嬰兒是腳底呼吸 嬰兒呼吸的時候 腳心手心都會這樣 那個都不是吸氣啊 但我會告訴大家要吸氣吐氣 那個都還不是真正的嬰兒呼吸 嬰兒沒有刻意的 它那個氣是自進自出 沒有在呼吸 那個氣自然進來 心非常寧定的時候 靜到極點的時候氣斷習生 這個習一生啊 這個習中國人很厲害啊 這個習就是治心啊 自己的本心就出來了 天地之心 富其見天地之心 富其本心啊 富其 富其見天地之心呼啊 老公子講的 其見天地之心啊 見到天地之心 天地之心呢 就是你的良心 這個良心為什麼叫天地之心呢 升天升地 化於萬物 良心就是佛家所說的 真如本性 就是道家所說的道 所以這個是磚氣自柔 所以先是不離方寸 再來就變成磚氣自柔 變成磚氣自柔 全神貫注通通都在一呼一吸 不是我磚注在玄關啊 你磚注在玄關再來就是呼吸 一直到呼吸停止 但是氣自然出入 這就洗 這時候進出的就是洗 自然出入 自然出入的時候就會回到嬰兒的狀態 你的氣息會調到像嬰兒的狀態 嬰兒是非常柔軟的 嬰兒的狀態 像我們人就是老叩叩叩叩 就硬邦邦 越老越硬 失去那個柔軟度 嬰兒為什麼會柔軟呢 因為他的氣脈是從頭頂到腳底 這叫高高山頂立 深深海底形 昆仑山頂 海底湧泉 湧泉穴叫海底 海底穴 好到了這個階段就會產生一個狀態 叫敵除懸懶能無吃乎啊 這時候就可以敵除懸懶 這懸懶講的就是我們的心啊 他用懸懶講得很好 那個懸 懸的意思就是不可思議的意思啊 無形無相不可思議 可是他能懶 好像遊懶一樣 他能懶 能懶萬物 那這個懸懶呢 你這個心靈啊 你生生世世所做的事情啊 都在這邊會留下痕跡 這叫夜視 這個夜視就會讓這個懸懶 這個懸懶佛家叫做波折 這是大智慧 懸家叫做什麼 良知 老子稱之為懸懶一樣的東西 名詞不同 一樣的東西 無所不知誰叫懸懶 不可思議無所不知 叫懸懶 但是呢 他被污染了 他被這個夜視所污染 好像鏡子被灰塵所污染一樣 被灰塵遮住了 失去這個照明的能力 他失去這個智慧 也不用說失去智慧 就是智慧被遮蔽 好像這個燈如果被黑布照住以後呢 燈的光沒有失去 只是它發射不出來而已 所以要敵除懸懶 所以當你進入這種狀態的時候 你就開始在靜 清這個夜視 清除你的夜視 這很重要的 像我們一般人說 清除的都是自己察覺的到的 就是你的 你要說哎呀我會貪心啦 我會嫉妒啦 我會怨恨啦 我會有七情六欲啦 這是你察覺的到的 還有你察覺不到的東西 要淺意識 要下意識 心理學家稱之為無意識 就是你沒有意識的到的 無意識 這無意識佛家稱之為第八視 叫夜視 我們察覺的到都是轉視現視 都已經經過轉變的啦 呈現出來的 察覺不到的叫夜視 無明 無意識 意識不到的 大腦想不到的 眼睛也看不到的 那個才是要敵除的 這要清靜要清到這個部分才行 要清到這個部分 好像清倉庫一樣 清到那個最底下的部分 清你地下室的倉庫啊 什麼病菌都躲在那下面 所以一開始只是抱一不離 再來就氣斷習生 你到了磚氣自揉啊 就開始滴除懸崙 所以我們說不能自己覺得自己抱一不離 你要到了說 欸 氣斷習生 然後呢 這個通天徹地 像嬰兒一樣 逐室呼吸 這時候就會開始 你就不是做白宮了 就開始滴除懸崙 開始清到你潛意識深處的這個污染 換清掉 所以我們常常清得不夠乾淨啊 所以說斬草不除根啊 春風吹又生 欸我不要生氣了又生氣了 我不要計較我又計較了 我不要恐懼我又恐懼 我不要緊張我又緊張 就沒辦法徹底解決 就是沒有敵除懸崙 沒有把心靈的 最深層的那個污染給清除掉 所以滴除懸崙啊 能無吃福 能夠沒有瑕疵嗎 清得乾乾淨淨嗎 能夠做到這一點嗎 還是大概就好了 真的把那個清除到徹底 那你心靈就是充滿了智慧 充滿了喜悅 充滿了清涼自在 不假外求 就算在地獄裡面 那地獄烈火之中啊 也是像在蓮花中一樣 蓮花池裡面一樣清涼 這叫火中蓮啊 好手猶如火裡蓮啊 好手猶如火裡蓮啊 重要的不是說 讓你到一個蓮花世界 而是能夠火中生蓮啊 好手猶如火裡蓮 敵除懸崙 沒有瑕疵 一個人都沒有瑕疵 在任何惡劣的環境 你真的再重的病 面對死亡 都不會有任何負面的情緒 不會有恐懼擔憂等等 江頭銀白刃 猶如斬春風 就算要被殺頭都沒有感覺 我們到場有很多前輩都清得很乾淨 殺頭槍斃啊 告老還鄉 告老還鄉 一位前人明明可以逃走的 我忘了他叫什麼名字 就沒有逃走 後來要被那個共產黨槍斃了 還感謝他們 還說不要浪費國家資源 心臟的位置我告訴你在這裡 直接從那邊打下去 不要多打一槍浪費國家資源 那種槍決他的都很感動 真的不怕死 至死如歸 有沒有聽過吳老前人講這個 有啊 是哪一位前人 你忘了嗎 對呀有一位老前人 這就是已經清得很乾淨了 智人永山達德都出來了 他說我一輩子犧牲奉獻 就剩下命還沒捨了 謝謝你成全我 謝謝你成全我 我現在什麼財產啊什麼 通通捨啦 就剩下命還沒捨 我又不能自殺吧 現在好啦 感謝你 他不會怨恨槍斃他的人 他感謝他 這就是心靈已經清除得非常乾淨了 能無吃乎啊 比那個蘇格拉底還爽快啊 蘇格拉底被判決死刑的時候 他最後審判上面他還有勸告那些 誣陷他判他死刑的那些陪審團說 你們將來會倒大煤我先提醒你們 你們把一個先知害死提醒你們 蘇格拉底還會講這個話 不過他也是好心提醒他們要懺悔啊 害死我不是好事啊 是你們的損失啊 不過像這種都是屬於 脊除懸染 有時候面對死亡的時候就可以顯露出來 顯露出來他心靈是不是還有瑕疵 尤其是面對死亡啊災難啊疾病困苦的時候 一個人心靈有沒有瑕疵可以看得出來 那就要經過前面這個磚器自如 拿出真功夫 所以我們講練神光就是這樣 中日練神光 要中日啊能無離夫啊 你要一整天整夜的這樣子練到一個程度以後就開始了 就通了暢通了 就像嬰兒一樣 全神貫注在這個氣息的出入啊 而且不自覺 然後也沒有離開 然後就是在淨化心靈啊 把我們心靈阿賴耶事裡面的那些雜染慢慢的淨除 我們一般人啊清除的障礙啊 這叫什麼 叫做四障 不是禮障 這業障 業障有四障還有禮障 四障容易清 禮障就很難清 對於禮的一種 對於什麼是真理什麼不是真理這種障礙 到了嫡除懸難的時候 沒有什麼是真理也沒有什麼不是真理 一切法皆是佛法 可是到菩薩還會這樣子嗎 還有這個禮障在 菩薩沒有四障 沒有情障 沒有那種情慾七情六慾的障礙 但是他會有這個禮障 他會有唯系 他會有這個唯系煩惱 他的煩惱就是三種 第一種呢 叫做無名 還是有唯系的無名 對於真理還是有一些迷惑 最大的迷惑就是什麼是真理什麼不是真理 還是有二分法 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 還有愛 還有愛 他的愛不是像我們一般人愛這些 有形有相的東西 他愛的是 法 是真理 就像蘇格拉底講的愛智者 他說 哲學家就叫愛智者 喜歡這個智慧 愛智 這兩個 還有一個叫慢 還有他的法慢 他不是說我富貴而交不是 他是自己通達真理 看到那些愚痴無名的人 還會有一些 哎呀 還有一種 覺得這些人怎麼 業障那麼重 叫慢 這都是屬於詞 最後要提 抵除到這些東西 法愛 法慢 法無名 抵除的辦法就是還是一樣 報衣不理 報衣不理 維持在 不餓的狀態 老子就點破這一點了 但是我們一般人 報衣根本不懂得怎麼樣報衣 後面會講